迪拜小王子 一表人才 想要的应有尽有 高质量版 人类又宰 从小就有很高的生活品质 作为迪拜的小土豪 怎么少得了佩戴黄金呢 主要我是担心 小宝宝不是都爱吃熟熟的吗 这样会不安全的 叔叔帮你保管 等你长大 结婚了 再还给你 平时吃饭 你们都在用手 家里的金色刀叉也用不着 不过可以拿来叔叔这里 换棒棒糖哦 毕竟你们身家都有十位数 也不影响你在富豪榜上的排名 移动的小银行 长大更是多少女孩心目中的男神 这些孩子可能永远都体会不到 流水线上的爱情 和工厂达罗斯的快乐 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 可以哭出来 也许这样可以释放一下压力 如果说投胎是门技术活 那么迪拜宝宝一定是技术最好的了 出身就是顶陪 还自带美颜功能 尤其是那会说话的卡茨兰大眼睛 如同秋日晴空般明镜 这治愈般的笑容 仿佛能化解世间一切恩怨 或许这就是天使的微笑吧 他赶走了所有的阴霾 这就是出生在终点线上的迪拜宝宝 他们从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的追求 因为别人追求的他们全部拥有 老天也许是公平的 虽然给予他们无限的财富 但是也让他们失去了烦恼 以起迪拜宝宝的一帆风顺 我觉得有起有落的人生才叫完美 你们觉得呢 点个赞关注我 带你了解迪拜 听说过结婚就送别墅吗 在迪拜本地人结婚 政府会免费赠送一套别墅 给这对新风夫妇 当然前提双方都是迪拜本地人 才能享受这样的福利待遇 您现在看到的一排排整齐的别墅 就是迪拜政府赠送的经济试用房 在这个灰金如土的国度 连经济试用房都是我们触摸不到的高度 这还没完 等这对夫妻有了孩子 还会再送一套给这个孩子 在迪拜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下 生几个孩子就送几套 所以在迪拜生孩子就等于生房子 你可能会觉得孩子生多了不好养 但在迪拜完全不用担心 孩子一出生就能领到丰厚的养育基金 日常开销完全绰绰有余 那你知道在迪拜有多少人 能够享受这种福利待遇吗 点个赞关注我 迪拜本地人的房子 大多都是独栋别墅或是大豪宅 在阿林球鼓励生育的政策下 孩子也众多 一个家庭配8到10个保姆 也是非常常见的 在迪拜保姆界最受欢迎的就是费用了 因为没有他们不会的 不仅要张罗主人家超大型的机会 打扫巨大的豪宅 还能带多才多艺的小王子和小公主 还能照顾主人家的珍惜宠物 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 输入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士 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阿拉伯文 一个比一个六 他们分工明确 做饭的不带孩子 带孩子的不搞卫生 搞卫生的不陪逛街拎包 你看这纯金打造的洗手盆跟马桶 要是我去做保姆的话 高低给他刷出二两金子下来 点个赞关注我 带你了解迪拜 在迪拜最神秘的女性 应该是迪拜酋长的大王妃 她是酋长的第一任老婆 结婚以后 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了她的踪迹 多年以来 赫大王妃相关信息基本上就是生育生育再生育 结婚四十二年 直接给酋长生了一个足球队 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帅的王子哈曼丹 而我们也只能从以前的旧照片来 一睹大王妃的芳容 一个女人一辈子都不在公共场所露面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不是因为丈夫不宠爱 也不是长相难看 更不是安危受限 而是她坚守了一个传统中东女性 仇夫的习惯 从而将自己的人生禁锢罢了 过今想起曹雪芹的一首诗 明媚鲜艳能及时 一遭漂泊难寻觅 一语道尽的中东女性 如烟火般蓄律 却又清击的命运 点个赞关注我 带你了解迪拜 说到迪拜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富有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 当我老无所遗 就来迪拜捡垃圾 但在迪拜 最让我们好奇的是 他们的一夫多妻子 好奇婚后妻子们是怎么相处的 难道就不会出现针锋吃醋吗 由于信仰的原因 迪拜男人在法律上是允许娶四个老婆的 迪拜的一夫多妻子 可跟我们古代的三妻四妾不同 如果你要娶二老婆 必须经过大老婆的同意 如果你要娶四老婆 必须经过前面三个老婆的同意 无论是物质还是感情 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 假如某个老婆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 是可以将老公告上法庭的 每天必须在不同的老婆家睡觉 依次循环 不能偏袒 不能有私心 不能在同一个老婆家里住超过两天 您觉得迪拜的男人是幸福还是辛苦呢 点个赞关注我 带你了解迪拜 人们常说迪拜遍地黄金 指的就是迪拜的黄金街 几乎每个来迪拜旅游的人 都会来这里打卡 这条街全长不足一公里 却有成百上千家黄金店铺 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黄金交易集三地 全球有40%以上的黄金交易 都是在这里完成 这里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黄金饰笔 各种黄金内衣 黄金嘟嘟 黄金头套 造型夸张 令人瞠目结实了 这条项链比我家酸狗的链子都还要出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戒子 重达150斤 当地人买黄金跟买白菜一样 谁要是穿上它去参加图学会 绝对是最亮的仔 点个赞关注我 带你了解迪拜 迪拜的中丽岛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也是世界上公认最美的挑战基地 耗资140亿美金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 岛上布满了奢华的别墅 全球的富豪和名人都在这里购置了房产 篮球巨星贝克汉姆就是其中之一 美丽的景色和奢华的配套 使这里成了度假的天堂 然而建造过程却十分的艰辛 独特的棕与树造型成了十分 为了精准定位 建造过程中还使用了全球唯一一颗 世人卫星 一颗洛斯 因为任何的误差都会让它的形状垮掉 这座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陆工程 1600个施工队 历史九连 它的规模相当于1000个足球场的大小 再次验证了世上无蓝市 只怕有钱人 点个赞 关注我 带你了解迪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